來 來 波浪狀的外殼 中間閃耀華麗色澤 這是由海中玫瑰之稱的車曲背 根據海委會110年調查結果 發現台灣海域車曲背受到海洋污染 氣候變遷 裁捕壓力 人為活動干擾等影響 普遍有成體比例偏低 密度低及族群數量下降情形 因此在今年五月公告 將依照野保法第四條第二項 預告修正海洋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 將台灣七種常見車曲背 列為珍貴稀有海洋保育類野生動物 各地的調查結果發現車曲背 它在數量上面相較以往 已經大幅度減少 而且個體明顯的小型化 所以根據這樣的一個 最後評估結果認為 應該把車曲背列為保育類動物 來加以保護 車曲背在冰林絕種野生動植物 國際貿易公約中 列為附入二物種 台灣目前僅有少數縣市或保護區 有車曲背的管理規範 不過預告保育的消息傳到蘭嶼 卻引發主人擔憂 擔心過去依循傳統的海洋狩獵採集行為 可能會受到影響 我覺得對我們來說 這本來就是我們生活上會吃的東西 所以就感覺不是用在我們蘭嶼這邊 包括很多保育法的魚類 魚種 對我們來說這本來就是我們 從早期祖先傳下來 就是用於食用的物種這樣 而在使用車曲背文化方面 亞美達悟族的傳染圖騰 跟背徽文化及製作過程 才在去年九月公告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 車曲被納入保育 引發蘭嶼族人擔憂 認為將威脅到海洋文化的使用權 並表達不滿 我們完全反對 整個族人的 跟其他原住民的手 也有文化一樣 我們都一直在做背徽文化 我們現在已經做了那麼久 而且在很早 回頭來看 在海洋保育法尚未通過階段 原住民族要裁股保育類海洋物種 必須依據現行野保法制規定辦理 若是屬於固定時間舉行的碎食記憶活動 要在二十天前事先申請許可 若非定期 必須在五天前提出申請 否則將處罰 達烏雅美族人認為 此居有為族人 採集車曲被的文化慣習 你二十天去拿的那個被徽 因為它還是很硬很光滑 所以那個不能燒被徽 我們平常燒的被徽是 可能是前一年或是前兩年的被徽 然後一直放在外面 它氧化 氧化以後就比較好燒 如果他就要告訴人員 這個保育你要怎麼保育 必須要去申請 因為你本數量變少 我真正的話 但是你要去申請 然後搞不好有限制 塑料 我不曉得 但是你就要去申請 那你申請只是說 你要符合這個法令嘛 那我們又去為了讓 服飾這個法令 而去做這件事情 我請問上這個法令 有意在哪裡 面臨族人質疑 海委會則表示 不會只重視單一保育面向 目前車曲被人署預告保育階段 將會持續蒐集各單位及組人意見 協調出能夠保障文化與保育的雙贏結果 其實台灣最缺乏的就是 我們永遠只有國家的版本 沒有部落的版本 這個前提就是 我們好像認為部落沒有能力做保育 或者部落只是在做機能使用的消耗 而不認為這些機能使用的 這個文化 它本身是有重要的 那我想來以海洋文化的例子 幾乎是可以推翻了這樣的一個 國家展覽的景點 預告修正草案 將在七月二十三日到期 這段期間的意見蒐集及協商 將決定保育政策 與原住民族傳統漁獵文化捕撈間 能否達到雙贏 學者也呼籲 政府機關必須審慎思考 海洋文化跟原住民族使用海洋的特殊性 否則保育海洋物種的策略 可能將會導致達烏雅美族人 世代相傳的海洋文化 面臨滅亡的命運